今天上午华欣和明智争夺代表拳的比赛 华欣排出黄志雄担任投手 侯德正担任捕手 这场比赛由华欣兼公第一级就下了一分 到了第三级又得四分以5比0领先士气大振 明智到三级后才扳回一分 华欣在这场比赛里面防守特别的好 使得以小英为班底的明智队 难以发挥 而且华欣队的余洪开也表现得相当不错 华欣最后以8比2的比数击败了明智